全言片講查詞先講,Hello大家好,我是調查員麗俊 不少父母令嬰兒可以更快走出人生的第一步 都會幫我們搞一部座架,這部座架叫學步車 那部車有甚麼用呢?就是嬰兒坐了上去之後 可以很輕鬆走的,通街可以走,非常開心 加上去也是非常放心的 但小朋友就不幸,因為學步車而令他成為植物人 到底是怎樣回事呢?我們馬上去看看 新聞當中的頭部插滿針頭的女嬰已經在醫院治療了兩個多遠 只要小朋友一哭,她的媽媽劉女士就會難過地調眼淚 劉小姐告訴大家,這一切都是源於一部兒童學步車 我們的調查員也都上網搜索了相關學步車的訊息 發現很多家長都會上載自己家幾個月大的寶貝 在學步車當中自由移動,玩的視頻 嬰兒隻腳一壓,學步車就可以滑出很遠 家長都很開心,不懂得走路的小朋友 可以借助學步車活動起來,還不會跌倒 劉小姐所說的這個學步車就是旁邊這一台 我相信很多家長都相當熟悉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學步車是令到這個寶寶 學步之前的代步工具 首先看看這個構成,可以看到底部有車輪 還有車身架,然後也有車身座椅 三個部份組成了嬰兒的代步車 可以看到其實嬰兒坐上去之後,在這個滑行非常治癒 看上去相當輕鬆,而且非常安全 為什麼劉小姐的小朋友用了學步車之後 會造成了身體這麼嚴重的傷害呢? 兩個月前的一日,劉小姐將女兒放了一部嬰兒學步車 托付給店裡喝茶的朋友幫忙看著 自己就去到馬路對面,接大女兒放學 小女兒的小腿在學步車裡說來話去,各處遙動 這個時候,學步車突然停不下來 小女兒連人帶車一起滾落了樓梯 那個,前面很滑啊,只不知我 就在這個四個台階上衝下去轉動 最後滾到劉小姐馬上把小女兒送到醫院進行搶救 經過診斷,小女兒的頭部及傷費都受到嚴重 損傷,很有可能成為靜的人 由於應有而無法控制學步車的停止和轉向 所以容易跌倒而造成傷害 2012年3月,青海西凌市一個九個月大的男嬰 坐著學步車滑落樓梯當場死亡 2013年10月,山東青島一個十個月大的男嬰 在學步車玩的時候,由於滑行的學步車撞回了水壺 從而被滾水大面積堂傷 所以一次又一次,學步車對嬰兒傷害的事件不斷播出 令到很多家長和我們看完都非常難過 作為家長,應該如何避免這個學步車對嬰兒造成的傷害呢 我們邀請到廣州大學物理學院的江老師 和你一起解答這個問題 江老師,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到底這個學步車是甚麼原因造成到嬰兒感打傷害呢 這個學步車,它首先給了嬰兒 它的年齡和危險意識 是一個很不相稱的速度和空間 即是它太小了,就不知道哪裡有危險 所以就不協調 其實還有另一個說法就是 它的速度越快,令到對於小朋友的嬰兒傷害越大 我們說這個不相稱的速度 它本身是一個小朋友的嬰兒 在學行的時候,它是一個比較慢的速度 但是如果它坐上這個學步車之後 因為那個學步車,它本身有一個輔導輪 這個輔導輪不止一兩個,周圍都有輔導輪 而輔導輪可以增加這個小朋友的行走速度 這個速度如果是太快的話 它本身就跟這個小朋友的正常 可以達到的速度是不相稱的 或者我們可以通過做實驗來看看這個學步車的速度 到底是可以達到多少 好,那我們立刻去做實驗吧 走吧 看到地面上已經畫好了黑道車 準備好三部不同款式的學步車 以及一個十個月大的嬰兒假人毛燈 以及發猛 準備好所有道具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實驗吧 那我們第一步要做些什麼 首先呢,因為我們要測它對嬰兒的傷害的話 我們要測一個量,叫做沖量的一個量 或者叫做動量這樣的東西,這樣的物理量 所以我們首先要測量一下這個學步車 和這個嬰兒的模特兒的整體 和這個嬰兒的模特兒的整體 這個整體,它的質量有多少 和它的速度有多少 好,那我們事不宜查,先做第一步 正常的十個月大的嬰兒 男鞋的平均體重是9.500千坑 而女鞋的平均體重是8.94千坑 既然要測試最大速度 我們就以男鞋的平均體重來做測試 用發碼將假人毛特的體重增加到9.500千坑 然後再分別對三部學步車 讓車重能清重 清好之後 我們分別將9.500千坑的假人毛特 放在不同的學步車上面 我們清完了,然後我們接著要做些什麼 我們將這個假人以及法馬放在學步車上面 然後用我們一般人的強外力來推一推 這個學步車看它的最大速度可以達到多少 好,那我們事不宜事,馬上做 用一般人的愛力推行學步車 然後計算學步車的最大速度 速度測試方法就是路程,除以時間 而我們這次計算的學步車在行一米的路程那時候 它所需要的時間是多少 最後計算它的速度 為了更精確清晰地紀錄學步車的行走時間 我們使用運動相機來進行實時記錄 另外為了減少實驗的誤參 我們將會對每一部學步車進行八次重複實驗 然後拿它的平均證 以上就是我們對三部學步車測得的實驗數據 好,這個時間我們已經將三部學步車的速度 已經測試完畢了,老師我們測試的數據是多少 剛才我們採取了一個多次測量的方法 我們取了一個平均值 最小的那一部,速度最小的都可以達到1.6米每秒 我們一般正常人的行走速度大概就是0.9米每秒 這樣的範圍 我們剛才測到的速度 就相當於一個正常人行走的大概是2倍以上 對於應有儀來說,坐在學步車上面來說 是幾十二次的事情 是啊,因為你比一個正常人的速度更快 所以它就會有一定的安全影響 嗯,聽完這個老師所說 和我們做的實驗都可以看出 如果在這個1.8米每秒的速度去行駛的話 對於應有儀來說是相當大的傷害 那假如應有儀以這個速度去到一些危險的地帶 譬如有這個流級的情況之下 又會產生什麼傷害呢 和傷害到底有多恐怖呢 我們馬上去做實驗,看看 好,接下來我會做這個實驗就是模擬試驗 就是模擬這個應有儀坐著學步車 然後去到T級的整個環境 然後跌了下去 那個過程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就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西瓜是模擬這個應有儀的頭部 然後看看這個西瓜到底跌到T級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情況 好,試比起,實驗馬上開始 好,這個時間了,到這個案發的現場了 現在看到西瓜,即是無以嬰兒的頭部這個西瓜 就已經全部碎開了,血流成河 不是,其實西瓜汁就流出來的 那麼,見到其實如果坐著這個 舖部車應有儀才T級下來,跌下來 非常之危險的事情 為甚麼這麼危險呢 立刻找郭老師解答話事 郭老師,來 因為這個應有儀 他是一個,剛剛是不懂下,不懂走 並且他是一個,頭重腳香,腳輕的一個狀況 所以一旦他跌倒的話,頭部很容易會跌落地下 所以呢,我們家長就要對這個小孩 是開幕要非常之近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 絕大多數的後部車都沒有煞車裝置 即使是有,小朋友都不懂用 速度這麼快,即便家長一直監視 也都可能會發生稍為不留心 遇到樓梯或者抬肩 後果就會像剛才的實驗見到的 那麼嚴重,甚至更嚴重 因為速度過快,直接衝到樓梯或者抬肩 然後倒回造成小朋友的外傷 這是核部車造成的傷害當中最常見的類型 根據有關數據統計 從樓梯上面跌下來 造成的外傷佔核部車相關傷害的75%以上 很多人都是頭頸部的外傷 包括顱骨骨折,顱內出血等等 而且幾乎所有嚴重外傷 都是這種方式造成的 應有而坐著樓梯 它會去到它自己感興趣的地方 比如說脫房或者廁所 比如脫房的話,它會有刀具 或者碗碟碟碟碟的話 如果它抬下來的話,又會窄到它 又會造成其他的傷害 同樣我們還是用賈華娃來完成各項實現 我們將賈華娃放在核部車那裡 然後以每秒1.88米的速度 在家各個可能存在安全隱患的地方進行實現 首先我們將熱水壺放在桌上 然後將賈華娃推過去 嘩!核部車居然將桌子撞歪了 水壺搖搖暗暗就直接倒在賈華娃的身上 再看看馬桶吧 馬桶的高度和嬰兒坐的學部車內的高度相當 嬰兒見到馬桶池裡面有水就會伸手去玩 不小心就會有水危險 陽台也是危險地帶 客廳到陽台有小梯級或者落地窗的窗戶滑軌 車的速度過快的時候就會發生側翻的意外 同以上所有實驗可以看到 各種意外都跟這個速度有關 因為速度過快,雖然車沒有側翻 但是都會產生不同的碰撞和磨擦 從而影響嬰兒的骨落和她的健康成長 在速度之快和不健康的情況下傷害這麼大 為什麼各位家長都會繼續買這個學部車 給各位嬰兒去學的呢?和去玩呢? 你有聽說過嗎? 沒有啊 像是說腳對腳不好 腳走走走走走走不好 她說 家裡會不會打算買這個? 應該會買了 我也不買 你會買了 肯定要買一部給她寫走路的 從街坊來看 用不用嬰兒學部車還是很有爭議感 有40%的家長曾經聽過學部車危險 並表示不會再給小朋友購買學部車 但是也有60%的家長表示不擔心 他們認為 照小朋友在大人看著的情況之下 玩就沒什麼問題了 而在街坊當中 我們也總結了幾點家長們 贊成購買學部車的理由 分別是 第一,學部車可以幫助小朋友學行路 第二,可以促進孩子的骨骼發育 第三,可以解放雙手給小朋友獨自玩 而我們也在市面上早放了一圈發現 學部車並沒有受到事故的影響 反而銷量更好 可以學行路 再加上可以促進骨骼的化育 還有一件相當重要的就是 當這個家長抱嬰兒抱得太累的時候 就要將這個嬰兒放入這個學部車裡面 就是省力和省心機了 看上去又真是不錯 到底這個學部車是否真的這麼好的呢 我們立刻去調查一下 這個小孩這個發育 它是有個規律的 這個規律一般是通過爬行 最早是爬嘛 是吧,爬行 然後呢就翻身 它可以在床上要搏 最早是爬 它不會翻身的 第二步就是翻身 在床上 它可以打個滾,翻個身 第三步才是站立行走 它就是一個過程的 那這個過程的話 實際上你不能逾越它 那有些家長不用讓孩子爬 它認為這個地面比較髒啊 還是反正不太衛生吧 孩子抓到什麼吃什麼 就放在車上面 代替了這個爬的行為 實際上是超過了 小孩這個骨骼發育的一個規律 2002年發表於英國醫學期刊的 一篇文章認為 使用學部車的小朋友爬行 獨立站立、獨立行走的時間 都遲於不用學部車的孩子 每累積使用24小時的學部車 開始獨立行走的時間 只要被不用學部車的小朋友 平均按3.3天 獨立站立要按3.7天 正常來說 一個小孩子 他是靠整個下肢走路的時候 整個下肢和身體的平衡 特別是膝關節 非常重要 那麼在這個膝關節呢 它起到一個支撐作用 那麼人的走路的時候 他是靠整個腳面 你看我們正常人 成年人走路 整個腳面要接觸地面 一個動態的一個邁步 一個過程 那對小孩子來講呢 他這個剛剛學部的時候呢 他呢 如果在學部車裡面 他的步態是怎麼樣呢 像他就是一個靠腳尖 這個左肩、腳尖 這個前腳掌著地 那後腳跟呢 他是不著地的 因為只有這樣呢 他才能 一個往前那個衝力 往前走 所以 學部車有助於小朋友 走路這個講法 暫時得不到任何的支持 但是很多家長都會認為 學部車有助於 促進小朋友的骨骼發育 那麼到底這個講法 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們立刻上網搜索一下 嬰兒坐上學部車之後 在我上面搜索的時候呢 正想找出一些有力的證據 在觀點的情況之下呢 就看到論壇裡面 有一條這樣的訊息 他就說到 優兒在學部期間 要慎用這個學部車 否則會導致到嬰兒下肢 畸形 那到底這個講法 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們馬上跳起 嬰兒坐上學部車之後 就會開始用腳接觸地面 腰部和腿部一起發力 開始活動 兩隻小腳踏踏踏踏踏 小腰都會跟著扭動 這個看起來 確實是比小朋友的身體 帶來鍛鍊的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 會導致嬰兒的下肢畸形呢 好 接下來我會做一個實驗 就是看看嬰兒 在這個嬰兒車上面 即學部車上面 走路是怎樣運動的這個腳仔 接下來我先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實驗的三個道具 分別就是這個 第二個比較低級別的嬰兒車 這個嬰兒車什麼檔位都沒有 而且都不可以調高低 第二個中級別的 它就可以調高低 看來外形都會帥氣一點點 而第三款 它也可以就合了這兩款 可以調高低之外 外形比較紮實之餘 還有它下面還有一塊 可以墊腳仔的布 在上面讓嬰兒休息一下 接下來就要讓嬰兒 試一試這三款的學部車 到底它錯了 這個運動 腳仔的運動軌跡 是怎樣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接用力 我們將用一個十個月大的小寶寶 套上有染料的蜜 然後分別坐到三款嬰兒 學部車上面 並滑行十米 記錄下小寶寶 坐在學部車上面 走路的腳印形狀 經過小朋友離花大遠 兩行眼淚不停直流的情況下 終於完成了這個狀舉 在白紙上已經看到小朋友的腳印在上面 這個時間我圈圈 看看這個腳印的情況 在這個時間 立即將這個腳印 立即拿去給專家看看 做的是什麼情況 照這個時間 藝醫生已經站在身邊 立即就給你看看 較早前這個小朋友 印在這個紙上面的腳印的情況 好 衛生現在是周年 現在看到這個腳印的情況是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這部分 圓圈這部分 就是說呢 大部分的腳印都有一半 就沒有完整的一個 足印在這裡 就是在學部車上面 這個小孩子呢 他出現這個足跡 是這樣的足跡 那麼這些呢 對小孩子的生長發育 都是不太好的 長期用學部車來走路 那就會導致這個 人的這個 前足著地時間長 會導致扁平足 扁平足 那個扁平足 導致骨骼發育異常 那麼整個身體的協調能力 平衡能力減弱 那麼會導致扁平足 我剛才提到 還有導致歐心腿 這是第二台的 讓我看一下這個狀況 這個呢 就說明這個小朋友 當時學部的時候 這個部隊 兩個腳用力不均勻 不平衡 這平衡度差一些 如果不是說你跟大家講這個 是小孩學部車這個腳印的話 你很難看到這是一個腳印 很難分析 這不完整 時間長的話 對他這個骨骼的發育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威醫生我聽 剛剛也說了很多次O型腿 那怎麼才是O型腿 O型腿呢 我們說 首先我們也知道 什麼是正常的腿 那麼正常的人 我們說下肢的立腺 髖關節 膝關節 還是白關節 是中式的描述在直腺上面 白關節病龍的時候 跟膝關節 可以併在一起 像我這樣 重度的話 它就有一個全球技術 你這個 還挺勉強 嚴重的話 到這個中間以後 比如說50歲以後 這個時候呢 就出現一些症狀 什麼症狀呢 膝關節疼痛 一般來講是在內側疼痛 膝關節內側疼痛 正常是這樣的 O型腿呢 它就導致內側的關節間隙是變窄了 內側關節間隙變窄了 內側關節間隙變窄以後呢 走路的時候 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到 它是摩擦的 內側摩擦 內側摩擦以後呢 就導致這個 局部的軟骨 磨死 還有一些滑膜炎 就導致疼痛 部態呢 出現這個搖擺部態 那麼時間長的話 導致患了這個 腰痛 因為知道這個整個身體的平衡 平衡度被減弱 導致腰痛 所以鷹又宜長期使用學部車的話呢 會導致下體K型說法是真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弊大於利的情況之下呢 到底這個鷹又宜 是否真的不應該使用這個學部車呢 立即請一下醫生 鷹醫生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說法是真的嗎 這個應該是真的 就是說呢 嬰兒的學部車的這個利 利小於弊 應該說就是它的壞處呢 多於它的好處 當然來說呢 如果是得一個 父母比較忙的時候 家長比較忙的時候呢 那個嬰兒帶部車 短期的使用也是可以的 也不至於說 任何事情都一個度 也不是說你坐了學部車 小孩子又出現一個畸形 骨骼發育異常 也不至於那麼 不至於那麼嚴重 但是來說呢 不要把這個 當初一種學部的一個 一個工具 如果有這種思想的話 還是要改變一下 一般我們的小孩子 就十個月會學會走路嘛 一般先走路後說話 一般是這樣的 十個月左右都可以走路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一般來講 我們先讓小孩子學爬 不要怕髒 一些西方一些國家 現在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就是讓小孩子爬 他們基本上在西方 是看不到學部車的 是吧 他不讓人用學部車 爬了以後呢 小孩子先爬 然後呢爬到一定程度 他就學會翻身 嗯 那麼接下來就是獨立行走 站立行走 這是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過程 你人為的干預他了 那麼就會導致他的發育 這個生長規律受到影響 發育就會受到障礙 針對學部車對孩子帶來的種種影響 專家重建演 學部車作為支撐工具 使用的時候一定要有成人監獄 另外使用時間也不可以過場 最好不會超過15分鐘 學部車只是一個工具 不可以過度依賴 而只要遵循這個寶寶 成長的規律 多爬多運動 自然走路就會水到渠成 好了 我們今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接下來又到我們開心的環節 送禮時間 讓我們的同事馬上出動 這是我們送禮的大禮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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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這次來看看 這家是否我們今晚的幸運家庭 來 你好 我是生活調查團欄目組的編導 我們最近在搞一個活動 想看一下 你們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可以進去看一下嗎 沒有 謝謝 你們真的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對 阿姨那你們平時有看我們的節目嗎 有 經常看 那你們知道我們的節目是幾點開始的嗎 8點半 週幾呢 週一到週五 阿姨我們是有個禮物要送給你們 來 有請我們工作人員 謝謝 謝謝 阿姨您剛剛一直在看我們的節目 那你們知道今晚播的是什麼嗎 觀察舞 你同時會跳廣場舞嗎 偶爾會跳一下 那你們經常會穿什麼鞋子跳呢 穿那個運動鞋 或者是跳舞的那種健美鞋 那我們現在還是有另外一個禮物要送給您 這個是扇子 以後跳舞的時候就可以扇一扇 然後就可以裝飾 那類的 好 阿姨謝謝 謝謝謝謝 他擔任身體啊 跳舞啊 呃 擁擔舞啊 可以告訴您多多支持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一定的 一定 每天都看 全言便管 查了再講 全言便管 查了再講 全言便管 查了再講 查了再講 全言便管 查著